南投6.1强震 贪强杀腹 全台一死86伤 南投仁爱乡昨天上午10点03分 发生规模6.1大地震 威力之大连在台中的这间打击练习场 水塔都被震塌了下来 这起地震是今年最强地震 也是2000年以来 南投境内第三大地震 各地最大震度 南投日月潭达6级 南投台中也都有四五级 就连外倒马工都能撤得三级 各地也传出房屋倒塌 外墙剥落等灾情 台中不但有民宅 因地震导致电线走火 引发火警 还有新建中的大楼 楼顶起重机也被震得歪斜 让人胆战心惊 南投草屯山区则发生落石砸烂车子 巨大的石块把轿车车顶整个压扁 还好零性驾驶仅肩紧受伤 国信乡也有辆小货车 遭落石砸重 车上三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其中一人伤势较重 仍在家户病房观察中 南投积极镇一名老妇 在菜园被坍塌的砖墙压死 这起地震总计造成全台一死八十六伤 由于近期各地开始降雨 气象局也呼吁民众 山区要注意山崩 落石和土石流 动新闻综合报道